法国年金改革法案所引发的抗议怒火一直都没有平息 巴黎街头有一群全身穿着黑衣黑帽的抗议民众 攻击路边的车辆 而且还用路标跟铁器来砸破车窗 反观镇报警察人数据云烈士 多半是采取手态 那么因此呢 这个抗议民众呢 他们是采取了这个打带跑的战术 只要一看到警方冲过来抓人就立刻逃跑 就在7号 法国公会发动了1月以来的第6次全国大罢工 希望迫使马克宏政府的年金改革方案呢 可以有转弯的余地 取消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延长到64岁的计划 而耗体类的产业呢 包含像是能源以及交通部门的劳工主张 采取更激进的手段 就是希望迫使马克宏让步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